Auto4 奥风 WCA 2016 唯一指定电竞椅 八彩呼吸灯 四地扶手 内置蓝牙音箱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极客 极致 极酷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你来一场生灵奇境的战斗 至胜之道 掌指之间 狼派电竞装备 专业电竞品牌 iGUN 爱工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 爱工 为荣耀而战 Dire Anywhere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PC 专注于游戏领域高性能电脑及外设 扫码关注 Anywhere 官方微信 了解更多精彩活动 挑战1500万总奖金 竟想倒塌魅力 英魂之刃 4000万玩家的共同选择 微端精品 三秒下载 热血赛季 英魂喊你 站一起 站在最好的赛场上 让更多人为你光芙 这是全部吗 不 你还拥有无限可能 英雄的竞技场 玩家的许梦蒂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WCA 2016世界电子竞技大赛 职业预选赛S2赛季的比赛直播 我是李博 我是海岛 欢迎大家回来 今天马上要进行的是A组的另外一场比赛 CL的Zoro对阵 CL的创始人小鱼大仙人 这也是属于一场 内战 战队之间的内战 Zoro是去年到今年上半年成绩都一直非常好的一个人 江年华的八强 然后年终总决赛的亚军 可惜在春季赛 运气是差了一点 然后不知道能不能排回夏季赛 但是实力也是毋庸置疑 2015世界锦标赛 中国去亚军 2015全民实力赛 敏干赛去冠军 黄英总决赛亚军 就是江西福建那边的 还是不错 因为毕竟世界锦标赛中国去亚军 这个通过世锦赛通过包园界的亚军 包括年终总决赛的亚军 都是非常不错的 小鱼就是荣誉念不过来了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已经 黄金公开上海战亚军 就是最早的 WCA组军赛亚军是为了天师 14年世界锦标赛这么多的亚军 然后14都是传说黄金总决赛的4强 对 然后包括其实他还有很多站黄金公开赛的8强 Dreamhack都没有写 对 他只写的是 这本老多呢 还有中欧大师赛4强15年的 还有去年 One half吧 就是One game house 别墅杯 别墅杯 然后Dreamhack的夏季赛 Dreamhack是我是跟他一块去的 感觉确实是记忆比较深刻 尤其在决赛的时候 我们在赛场上就他一个中国人 我们下面只有四个中国人 他三个队友还有我 就感觉真是压力很大 就是在异国他想打比赛的感觉 还是收获还是不一样 然后他们两个人的职业是这样 Zoro是贼法奇术 小鱼是贼得法术 然后他们是好像也是盗贼法师术士 也三个职业一样 只有一个职业不一样 跟上一盘一样 他们是互办了一个职业 互办法师 很有意思的是 这两个人都没有散满 但是四个职业也撞了三个 非常非常有意思 其实你要说现在我觉得 你要我办哪个职业 我也办法师 因为尤萨龙这张牌实在太复了 法师是一个不太容易关的 这样一个职业 就是你任何的情况 不论你多大的优势 都可能被一个尤萨龙翻牌 这种感受是非常差的 但是也还好 但就是说确实不好关 我们要办一个 我认为关不住的职业 虽然你可能去赢 他比如法师卡手 谁也打不过 棋手 像孟瓦之鸿说 他长沙战怎么输的 棋手两个二手智慧 两个秘法宝典 你换神仙来了也赢不了 但是他好的时候 这个牌确实不太容易关 然后你像其他的 比如贼 你三套打脸 真的去打骑骑贼 或者说你真的就AOE多一点 去抓术士 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 就是现在411这个职业中 大家现在以前最早是想抓萨满 但发现萨满抓不了 就把他扮了 反正想抓盗贼 但发现有人不带盗贼 现在这俩人都带盗贼 他们可能觉得 这个法师打火药法 打盗贼优势比较大 和火药法 因为火药法这块 他们这四浪牌 都是属于中速的 对 而且火药法打盗贼是好打 可是火药法打动物园 有时候也是胡的不太强 对 看火药法的棋手 火药法棋手好 动物园很难 当然火药法很容易棋手 一般般 就跟刚才大地赢 蓝胜者 其实蓝胜者那棋手 打别的牌都赢了 只如果打动物园 一会练一下 我封得你的曲线 封得特别死 而且其实他就差一个什么 蓝胜者那牌棋手的 寒冰键 差奥弹 如果是改成奥弹 对 差奥弹 或者是镜像之体 他无人血度能够多占有一个 后面就大半不一样 对 然后也如果是 好 然后 这两个人也是非常可惜 上一季怎么就都输给冰岚飞虎了呢 一个0比输0比2 一个输0比3 莫名其妙的 不然的话 对吧 很有可能 他们就不用打这一季 就已经踏踏实实坐在家里喝茶 等着年底去淫穿了 飞虎上个赛季 从小组赛就一直状态就很奇怪 然后就是滴血状态杀入小组赛 然后突然间战胜了天师 然后在决赛中的战胜了张博 天选之张博 小鱼 然后居然被更天选的 冰岚飞虎带走 决赛中飞虎那个大罗斯打 奥尼克西亚也是 6分之1的概率 不然就已经走远了 赌命 赌命 可能S1赛季 那S2赛季的比赛质量应该有所提高 因为没有冰岚飞虎了 对吧 然后在S1赛季之前 冰岚飞虎可能唯一的一个冠军 还要靠你carry 这个你想 你敢说你carry谁拿冠军 那只有冰岚飞虎 那没有别人 你说是N1 那突然那你以为他有冠军吗 对 飞虎可能拿了很多的亚军 包括黄金赛的亚军 包括去年WCA 质量最低的黄金赛 WCA总决赛 就是中国区总决赛的亚军 他是在决赛中 0比4的冰法 被一个人 被那个好像是银川的一个选手 当然他最近终于不用冰法了 所以侥幸取得一个冠军 冰法不太行 我们赛前跟他说 我说你千万不用冰法 因为输了 你让他用 你让他用 被关了 对他用了 对我的时候还真用了 他输了两把 都是我把他的冰法打死 可是最后我们俩牧师内战 我抓的实在是 被他砍血迹 从头打到死 也是没什么办法 对吧 还不是这样的 好冰岚飞虎怎么可能赢呢 看来这个小鱼对这个环境有所改变 上一赛季也是标准的 他没有带德鲁伊 他好像带了扎人士 还是他带了萨满 带了个萨满 没有带德 那这个德现在 德基本也是游个萨龙德 这个电影是德 然后也是跳飞 主要还是陆盔 陆盔还是很厉害 贼打德 应该是游三龙德 这个贼的其实很好 不如小鱼神抽一张成长一二回合的曲线 一下不一样了 这应该是不是要找一个法术 应该是横扫吧 反正肯定是不会选治疗之处 因为另外一个 我觉得还比较灵活 这个电影德打贼还是偏慢 也是非常惧怕判卖师 但是贼那个骑手打动物园非常好 但打德鲁伊就有点尴尬 其实打师都很好 你的伴侣龙什么的 摇过刀过了 然后散过硬币上一个盗墓匪贼 对 硬币出盗墓匪贼 我五四要给你一个压力 然后你要把我解了 我还有硬币 这个陆盔市长解的 或者小鱼因为你下过陆盔接那个角度并不转 我就必须要让你 强行战场 军期用的是右手第一张 告诉你我是神抽的 陆盔真是一魂魂不解 出事了 但是五分四六冲锋嘲讽还好 但是也挺容易出事 但你不知道手里其他牌是什么 万一是个滋养就疯了 滋养直接就击击了 这个四六 这事实证明陆盔还是厉害 我觉得应该上大范了 我觉得上大范是不是好 他可能选择刺骨直接卖脸 可能上大范压力更大一点 我觉得 就是你卖一个军期 他可能舍得卖 你的意思是刺骨硬币大范 对他直接截了也好 那这个大范可能就没机会出了 还是有 下范可以出 出一个 对 这样我战场 你是不是要 对 我觉得还是碧蓝龙把那个三三打掉 我要战场 你这样横扫不太好 对 横扫好一张 等于人还还转了一张 要不要激活上罗斯 激活上罗斯打个血法怎么办 现在他们的版本都 带一张野性之重 因为他是跟陆亏有一定的配合 然后也可以当一张三倍的解牌 也可以 也可以当奶 当一口奶 对 这张牌比较灵活 是 但是陆亏没了这张牌 大部分概率是当伤害了 这回合感觉这个还是要解 那你要怎么解 不太舒服了 刀事尔军期吗 刀事尔军期感觉节奏 这个大范真是出不来了 那你这回合出大范 节奏也不好 人家站着一个碧蓝龙 我觉得 出盗木匪的就是怕横扫 对 就怕横扫 横扫因为他没有拍卖师 还是 他绝对用军期解掉 或者硬币军期估计应该是好一点 突然是来的 先站个场 因为贼还是很占优的我觉得 那我这回合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跳罗斯了 要不就横扫 还是横扫 横扫 横扫变脸打脸 对 他这个激活违衡 跟优萨龙还能早一回合出 诶 这个激活横扫 对 激活横扫 先站一波场 你刚刚交了一个刀杀 对 这个贼有点难受 因为你六回很尴尬 加基森肯定是不对的 看看能过两张能过到什么去吧 这边能过一张 只能飞贼砍一个 下一回加基森隐藏 但是我们看到德这边有罗斯 他这个贼带着末日可能是为了打一些前期 快攻 对 比如说这个打散马 是 抽到末日就要把末日丢下来 我觉得不能堵这个罗斯 堵罗斯打脸 这个末日给你产全清了 我觉得应该叫野性之力了 野性之力 野性之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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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性之怒是那个加一加一 对对对 野性之怒的话 加四攻给末日干了 但是紫罗兰又保不住了 那没办法 要堵罗斯了 感觉他堵罗斯了 好拼 但激活要不要焦 没必要焦 你激活焦了能干嘛 他变脸加紫罗兰跟盗墓者解了 对 那你就等于是你只多生出了一个1-1而已 因为他如果不焦这个罗斯 其实就太刺了 对 当然激活确实留着也没什么用 这就是赌命的一个罗斯 现在我觉得激活没必要是 因为如果你当你抽到滋养的时候 你滋养过三张再激活 哎呀 截都没了 这个加一森隐藏 然后一顿刷 加一森隐藏 下一回再说 等于现在除了有个散龙能够解决问题之外 剩下都不能解决问题了 他甚至可以这个不出加一森隐藏 当然其实也是 他这回打的刚一点 如果你这回不刚 我们想一下 你还是要解那个07 因为你不解那个0 你很难同时解07跟54 对面占一个54 你还是很难找 这个野心之中 然后下游户出一个加基森的话 你还是要堵罗斯 能不能打死加基森 他可能想的是 就是说如果解你那末日 我这个责任肯定是保不住的 这个还能拼一手 还能抽第二个那什么可以 那个利爪得一 因为这横扫已经是第二个了 或者说有个萨龙 或者说是无垃圈上找一张横扫 是不是少打了一点 这个 但是小鱼 这个是一个奇怪性的错误了 因为说三跟四没什么区别 开刷了 这个倒别需要一张大力环 至少拿一口 Zoro这个两个07的节奏 两个07的节奏 他是为了打前期卡你的节奏 那他会少掉什么盘 能不能发现 独刃之类的 独刃可能只有一张 他可能没有责兰或者没有独刑者夏克里尔 独刑者是很有可能没有的一个 因为独刑者节奏是打不过责兰 被刺自己出的一个巨翻 虽然小鱼那一点也没什么区别 因为盗贼剩三 你也不可能三活给他拍死 三活你早死了 这是一个八八的还是十十的 但是还是十十的 下脚应该打死 就看这一抽了 抽什么 他这是 蓝龙德 他可能是奇迹德 马里狗斯 可能是奇迹德 也有可能也有加基森 加基森应该是一个奇迹德 但是那一回合堵了 其实也就堵了 现在我们来看你不堵 那个07很精髓 不堵的话他后期车也没了 对 要么我就不堵就怎么打 我都不减你07 我减了你07废败天剑 你还有个54 你54也踩了535 直接就怼脸 因为盗贼的血蟹也很安全 罗斯喷两下都喷不死 所以说德鲁伊现在斩下这么低 我怼完脸你七废回合你怎么办 你加基森隐藏 我再堵螺丝 螺丝打掉加基森也可以 所以说 你没有加基森隐藏最好 其实对 但就是说总而言之 他的螺丝还是要堵一发 就是没堵中的就是被动 堵中了其实我们要承认 那一回合虽然贼还有29左右 你如果打死那个07 优势相当的大 咱们上一试了 所以手里 因为你还在身闷棍自己还认我 就热了 然后再出螺丝 堵你那个螺丝 就是打死你的优势 你也很被动 打不大的话 我再打脸的话 你反过来还是要截我螺丝的 而他不是说被07一波带走 确实还是有点伤 这个墨尔原子在中期抢节奏 是非常狠的一件事 因为你场攻 现在你场攻刚好就是能截场出一个07 你可能变得就是非常难受 是好 他用的是宇宙 宇宙术 他是非常喜欢 因为他年终总决赛 一直用的宇宙术的时候 现在德鲁伊都带一张斩根 作为硬的取出 没办法 因为王牌5费还是亏 他还是截不了 都是他是一个盲区 而且三位跟5费差的还是蛮多的 这个一火火激活路亏 打树上我会激活路亏 就是你截不了 我觉得应该激活出路亏 然后二火火使一个乌鸦神像 乌鸦神像给什么都是赚的 对 而且路亏还吃所有二火火这个树是出的怪 我不管你是动物园还是宇宙术 我觉得应该激活出路亏 你现在出路亏你就不再敢出了 你这路亏可能被后期配合 而且我一火出路亏 我不管你出什么 你术实 你除非二火宇宙术出默尔将领 这个骑手 宇宙术打出动物园的骑手 这个小鱼可能会想 这个宇宙术这个动物园的骑手还可以 虽然一火没事了 二三火 这样就俯根了 我觉得蓝龙月火术是不是会好一点 我也觉得是硬币蓝龙月火打了 思思看着你二色 给个诺森德 因为小鱼现在不知道桌子的卡组 他们就算是一个对的比赛 虎铜虚他还是不知道他是什么卡组 还是不知道他是什么卡组 也是有点意思 滋养 你滋养的话下回合可以硬币出 差一个费 我觉得不如激活硬币把螺丝出了 这回合 太拼了 我觉得蓝龙月火 可能是蓝龙月火 然后下回合路亏激活就滋养 他出螺丝 他拼了 小鱼现在打牌好喜欢拼啊 感觉他 其实我觉得打动物园摘一螺丝吧 就像所有的buff系也出来 其实还可以 因为手里的东西比较多 而且我刚才正经 哎呀 还行吧 还行吧 打死一个生物 只要不打脸 得 这个小鱼原来是一个宇宙树 原来是个宇宙树 怎么办 还行 还可以 打死这个铜蚀 把铜蚀打死 只能这样 应该是滋养 滋养跳飞之后把铜蚀打死 没必要跳飞了吧 他下锅 他想 因为如果是奇异德的话 奇异德的话 奇异德费用比较高 我觉得 他没跳飞 对 我觉得没必要了 好吧 好 我个人感觉是没有必要 这回变了 但无所谓 先打后变了两个 那是不是一样的 这个螺丝能够打死了 这个宇宙树就很难办 比如我加这个暗影剑 这个螺丝其实从战役上这个螺丝 战役已经打到 战个女王 女王怎么办 我血还满到战个女王 16雷诺 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这个德鲁伊 现在都没有沉默 你出个避兰 我觉得自养 自养过三章 是不是会好一点 你这样的话 女王撞一下 谁一个死缠 你的蓝龙是 你的螺丝肯定是 没办法 你只能指望打死他 然后把四四给他 嗯 他之前 确实我觉得这个怎么早应该是 哎 这个计划都在这个 实际计划都在计划的范围外 我觉得 是稳定拿螺丝 还是说 给自己一个什么什么 机会 对 对 因为如果你要是 因为现在大利 没什么太高的价格 我觉得诺森德撞完龙 女王撞螺丝把螺丝拿过来 先打你一个八 你还有八点血 场上战役诺森德 手里有灵魂火 我觉得这样压力更大一点 那样龙是8-3的螺丝都比较好解 打脸 暗影烈焰吗 暗影烈焰吗 暗影烈焰其实我觉得也不转 我觉得拿一个健康的螺丝好 好 我觉得 吃了那个什么 这样就已经死了 是吧 还有低于烈焰 对 这血都这么低了 不知不觉中 这个马上就2-0了 没算那个女王那眼伤害 因为刚才也是聊得高兴了 都在想把这个女王抢 小鱼的伤害怎么能 小鱼也被之前座尔的螺丝打了一下 所以就之前因为没注意 应该是德路易压着宇宙树来打 被关两次 那这个座尔还有一个骑士 还有一个骑士 这个德打骑应该激活 其实这回他如果硬币激活上路窥的话 那边术是怎么解 对就是你术是我不管你什么形态 除非你是宇宙树 就是只有那什么一张解 末日降练 只有末日的那一张解 但是前提是你是宇宙树 宇宙树的末日降练也是只是一个out 只是只有一个 对 而且在说你还有可能神抽分度把他打死 分度打死 我觉得就是说凡是德路易打这个术 他激活上路窥的拳头大部分都赢了 因为他还有成长什么的 他激活上路窥 二国实际成长 对不是他没有成长 成长是那个找的 那个找的 实现到二国乌鸦神像 他说的乌鸦神像 对 手乌鸦神像你二国你先转一个 对吧 他就可能觉得对手是一个宇宙形态 还有包括那个四费回合 我觉得就硬币 你留一个激活 碧蓝龙砸掉一个 我四四那回合的话 我至少把你暗影剑给逼出来 我觉得都会好一点 他这套德目前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奇迹德 但是没看见拍卖师 他放月火树 应该是奇迹的德 应该奇迹 要不就是蓝龙 对 有马里古斯 要不就是有拍卖师 要不然不可能带月火树上 因为这样他单卡质量太低了 是 这边骑士的话 小鱼那是会不会先上个盗贼 先上个盗贼的话 打骑士至少节奏上 但是刚才蓝胖可是一个佛祖旗 这个骑士你觉得会是什么 猪肉会是一个什么骑士 对 那现在的佛祖旗至少没有原来有复仇 有那么高质量网语的时候那么难缠 猪肉当然也是 他肯定是很关注国内外各个什么服务器的 新的登顶的卡组 或者其他一些比赛新出来的套牌 他的猪肉的骑士 而且猪肉是一个很喜欢打佛祖旗的人 他在之前的比赛里面经常就是 当然他是独流打得非常的好 他经常也是佛祖旗 几乎他每一场的比赛都带了 在标准模式出来之前 我印象里一个他一个张博 都非常喜欢带这几张博是非常喜欢打骑士 对 非常喜欢带这几张牌 反正猪肉只剩一个骑士了 小鱼这边 你从你理论上来讲的话 术士跟盗贼可能打骑士都还行 其实这三个职业如果是得有一壶了 打这颗骑士很战眼 因为骑士没法提速 而且他解都是一种软解 清不干净 到底打骑士如果说拍摄是隐藏 顺利也很简单 术士就不用说了 动物园糊了 就一直扑 动物园糊了谁都怕 因为现在动物园其实网语变少了 只有那新的囚徒对吧 除了那个张牌没有什么网语 但是实际上他再起能力还是挺强的 你DRAOE是我场面没东西了 我再铺一波 一张禁忌仪式就是一张铺场 一张牌就是一个铺场 非常的可怕 手里做好了所有的buff 然后我就拿我的1-1去给你的换 然后达到一个战场的目的 咱小鱼这边 看看那边 他说如果我要较劲 我不信 我这不信德鲁伊走不了 那就上德鲁伊 因为你早晚都要跑 这三个职业早晚都要跑 他可能在想 对面骑士到底是一个什么形态 这是一个很难想的名师 其实按理想说其实全是曼孙的形态 就是语言棋和恩佐斯王语棋 理论上就是这两套只有这么一个形态 对 但是蓝上者用了最新的佛祖棋 其实佛祖棋看上去已经还行 比那两个二国干的事还多了 因为二国只有默尔将联 和有人放晓尔有人放哈里森 然后当然现在主要佛祖棋没有复仇差太多 原来复仇给人压力太大了 解一个怪另外一个加三加二 他等于一费加三加二 他两个怪落在一起 他的心里压力 就是我这两个怪怪一个奥秘 你去清怪还是清 对你要怎么打 你想他一个费加三加二的考虑 跟王者徒服四个费才加三加四 那这边的话小鱼肯定是在左 多禄那边肯定早就准备好了 我只有一个骑士了 对 看他们现在给小鱼一点时间 到底怎么决定要上什么卡组 小鱼这个德鱼感觉是两局都没发现出德 因为现在的德就是说不能把这些顺手打死 只能说是德鱼一反而需要守抬游戏 当然我们也得承认 确实作为那一手无面抽的太好了 对 如果不无面的话 暗影剑加利婚活 其实三换一 就三换二它是激活上的螺丝 三换二其实也能接受 你必须要解 你不能让他站住了 必须要解 而且小鱼明显是一个信息上的 不知道就是我没有看出来你是一个宇宙术 所以我的斧根那么就交了 不然的话 斧根留到最后 但那活斧根交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 他解小鱼首领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他想的是与其说 但是你未来小鱼首领生存那些衣衣 你一个横扫都是可以带走的 他可能是怕下活阿克斯把小鱼首领架起来 那就麻烦了 但是我如果是 当时是一个22跟一个24 我如果是硬币碧蓝龙 一个月火数 我速度看着你24 你暗影剑打完了24打我 我又不疼 我再去反过来看看 主要起手那个路亏没跳 路亏跳完之后世界就不一样了 然后还能转张牌 对 然后路亏跳完之后 我可能那个我就去拿愤怒了 就说如果有的话 因为刚刚我们没有看到 小鱼选的非常的快 直接选了一个成长 如果他一锅跳了路亏 二鹅鹅鹅的话 直接乌鸦 对 那个乌鸦生下意义不一样 我拿一个愤怒 我拿一个 我可能填补一个三费曲线 因为二费鹅我用的是什么 是个死于棋 有这个 王者归来 这个形态就不用猜了 对吧 那我一下 小鱼的起手其实很不错 还不错 二国成长 三国这个紫罗兰 紫罗兰那个骑士是清不掉的 除了你上个末日跟对手拼 哇 又抓来起火了 成长 他放了浴火树 如果说没有拍面 是那个浴火树的意义在何处 肯定不是凑英格萨龙的 那个就是马里狗斯 马里狗斯 马里狗斯或者加吉斯 就是我不然 马里狗斯 那可能没有拍下石 因为三打了我都没看见 拍面是这种打 有可能没有 要不要激活给他截了 好他怕什么 怕硬币大宝剑 对 硬币是硬币 就是我五血嘛 你场面上干净 你截不了我五血 而且我激活了你之后 因为我肯定不着急跳四抗十 这牌也可能应该 得到我凑两个越火树 直接一波带走 然后那我必蓝龙下火也能数数出来 你要报告的话 我觉得奥特曼管掉这个会比较好一些 下火再出房间直接扛 先站个场 先站个场 而且我比你大 这个也不可能奉献你 然后有没有愤怒 火力根须 软了一会儿 如果下火就是蓝龙火力根须 现在只能横扫 对 但你横扫很差 越火树也清不掉 打二也不行 那就留着给马里狗撕 这个没办法 这个子丸被吃的好难受 因为你打骑士 你横扫可能还是会稍微留一下 小鱼起手激活出子丸优势被大宝剑直接化解了 但是也看他后面抽什么 因为你现在小鱼有点卡手 太卡了 便脸咬了吧 便脸咬了的话 然后造两个一杠一一打脸 你留着两个价值也不大 他可能需要大帝 有过是大帝马里狗撕斩杀算一下是多少点 因为他前期就放弃蹭血这个事 你除非捡过肺还行 因为马里狗撕的话 你每个法术是额外的 我总觉得小鱼这套牌是有盘弹师的 16加4020 一般来说带蓝龙这套牌都是带盘弹师的 带师应该是会有的 这个子丸好尴尬 需要三张牌解一个这个狂门合同手 那就没有AOE了 当我确定了你骑士的形态之后 我横扫就可以叫了 没有那么多一一的怪给我去扫掉 然后骑士这边 反正虽然也没什么事干 但是总比德鲁伊手里有还出不来强 双平等都记住了 过两张过呗 严重景点也过两张 太不慌 血线也不那什么 王者国家第二个 没有鱼啊现在 是没有见过月火的 好这应该我觉得应该找生物了吧 找个人吧 因为你需要战场 对你找一个最 法术再找一个灵费的法术可能也行 看他找的是什么 他感觉上应该是找个法术 赞恩之力吧 或者说成长为了过一张牌 我觉得有点 对他肯定不是星界 星界已经被排除了 应该赞恩之力 赞恩之力好歹就一张牌 我能让你交一个奉献出来 这个紫又兰交过奉献 有点别扭 你应该交过奉献吧 对因为赞恩之力一张牌算不到 算了直接站个零七算了 我觉得奉献把这卡的接个零七比较好 下锅出光螺丝 奉献出零七 出零七 然后把这转卡 就强行占用场 你下锅扑场 下锅扑场都会被我换掉 然后占个零七 下锅出光螺丝 就是我拿这个末日马里一个回合 是末日的作用就在这 而且我手里还有圣聊 以及就是 看法 能抓到一张关键牌 这个你还要不要赌 我觉得小鱼性格是不是还要赌 如果这个打死这个 不其实可以赌啊 我垂脸上也行啊 对打死这个马里狗斯 是不是可以快斩杀算一下 垂脸上的话 他手里那两张法术是十 好 打死更好 手里两张法术是十 对吧 当然是十 然后打十三的 你敢不敢下 打两张是十三的 他有一个很什么 就是说平等千训接大宝剑 那样的话上二十一血 我觉得可能就是能这样吧 但是你说光螺丝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下锅螺丝 光螺丝是打不过研磨的螺丝 而且你就是千训平等 千训平等接宝剑 这无所谓的 看上去很亏 他确实也是很亏 但是你没有其他办法 对 这个怪还是要 因为你有两个平等 这个怪还要处理一下 这个怪不处理 而且你那个 那个王者过来 是卡在手里的 他决定这么干了 应该是怎么干 你顶光螺丝 你八八就跟送到人家嘴里似的 平等千训接宝剑 什么都干不了 对 刚才如果是那个打到脸上 这会直接卡吗 直接卡可是真的男人 他可能觉得手里有胜疗 你瞎我打不死我 是要把自己抢回来 不能抚 我觉得还是 一张牌一费加7点钱 对 我觉得还是稳一点比较好 胜光是两费加6 因为他我不知道 德维给没给他看月火数 好像没给他看 好像没给他看 抽是抽到 不知道是怎么猜 在下数人 然后 你会在分度过一档 我觉得会过一档 你手快要差 他有点需要大地了 他需要大地 这变脸咬吧 你这个直接打4 那你太明显了 太明显对人下过光螺丝 你这个 对啊 小鱼感觉打这个德 很拼啊 好那个什么呀 就赌你没有打 就赌你没有打 这样的话 砍掉一个出光螺丝 高概率 是要这么打 砍掉一个还是17血 光螺丝上25 肯定是要光螺丝的 上25你产攻是2 产攻是4 然后还有21 21的话 除非抓激活 抓激活上海好像是 抓激活也不够 3515 法商打15 15加5 20加4 24 差1是吧 20加4是24 对差1 差1 因为你激活 你蓝龙加激活之后 你也是不够变脸的 那这个螺丝只能碰一下 就是说是火力更运区交了 我觉得由马里狗斯 所以发现火力更运医还是要留着的 他可能 诶 这个也没有什么 有点尴尬 你不敢交这个 因为你 你就转两个1 1出来也没有怎么样 想于这套 因为蓝龙得 这个马里狗斯得 如果没有这个 潘烟师的话很难转起来 那他就等着马里狗斯加第二个月火数了 这样我给你解了 他解了 我尝尝一地的怪 解了也还行吧 他只能这么张 因为这个陆盔也挺难受的 是 因为陆盔我不知道你随时的爆发 其实这个胜了 而且是也挺尴尬 他并不像胜了 他要轻掉这个陆盔 拿什么轻轻不了 只能胜了 因为严肃师 承软没有用 只能胜了 没有别的选择 他在成功 他在成功是还可以承受 严肃师 朴佛丁 鱼 诶 平等风险 下一步清场 平等风险其实是清了一地杂盲 需要滋养啊 啊 利远德 这冲了呗 边脸咬掉这个爆发兵 然后冲了 这脚打11 打11还上19 平等风险完了之后 那边能出一个约领军 感觉还是都要走啊 因为你没有滋养 你这个马里狗斯等于是张死卡在手里 平等 严肃师平等 占两个约领军 好像压力有点大 对 两个约领军主要德鲁鱼 占不了两个吧 处理不了 5加6 11 对 可以讲 刚刚好 对 19学你三张手牌 德鲁鱼斩杀我 你原来都不可能 现在更不可能了 感觉 你就两张牌 就算你有马里狗斯 而且主要你留严肃师 轻小鱼也没什么用 真是有可能 还真是有 终于抓来了 这来得太晚了 他还得打掉一个 尴尬了 行 对面双平等交 这个挺怕奥达曼的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马里狗斯战场 战个佛丁了 然后你只有一张牌 末日 死于归来 不太可 就算了 撞了之后 出俩鱼有点傻 佛丁 佛丁很一点 我连末日都交了 我留着刀 我肯定要交的 我连末日都交了 好 撞掉马里狗斯 撞一下吧 撞的没有任何 有4-12跟4-9都一样不好 这套牌 我知道 也是欧服一套 叫双龙德 双 猪看变成 诶 那个倒是神火 十连 诶 这个还行吧 一张牌也是无所谓 还能过一张 你还有一个 神术冰环 还可以 还有法枪 直接把这个打出来 诶 得 马里狗斯死 灵魂攻击全死 这个都没有理由的 这个 最好的可能是 你需要一些秘法宝典那种 他需要过牌 对 就秘法宝典那种 从游戏外过牌 你能赚到三张牌 对呀 这样来晚了呀 是 他这套牌最 这主题 到最后才全部赚了 攀占师什么的 人家手里有一口奶 不着急 我就砍你 然后 应该是王者归来了 我觉得 其他铺场没什么意义 王者归来是两个鱼 两个鱼和领军 其实也没什么用 但是其他的不知道干什么 我觉得两个五四战争还可以 你使一个三张手牌 德鲁其实只有一张牌 那两张你知道 对那张你知道 那两张 我不信德鲁一放 有恶魔种类的生物在里 那两张他是知道的 德鲁一也没有什么恶魔 没有恶魔 没有恶魔 对 可以放 不然你跌了 你两个五四德鲁一不好处理 下完 奥尔多位是配合两个鱼领军 还能够倾斜场 万一对面有个什么战争鼓术之类的 刚好把战争鼓术吃了 怎么办 过拍 这会儿激活无所谓的 但是他想赢已经很难了 蓝龙愤怒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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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用完会被砍死他 那你也得出 小鱼现在我觉得他现在是有什么打什么 根本就不考虑战术 因为他的两大杀招已经没了 这张牌我不知道有没有第三种获胜的形态 他本人是刷就是为了刷了这两个蛋 所以刷了这两个大哥获胜 刷了任何一个都可以期待一下 现在的结果就是说 大哥都没了 然后打后期打不过 那我觉得德鲁鱼已经在机器了 第二个一方 那什么来四个 四个鱼人他可能真处理不了 不用说就算不来鱼人 这个场面他都很难解 这边的话你找怪跟找个法术感觉都不对 鱼人他已经几乎是一张废牌了 找一张什么 找生物吧 找生物 找生物 好吧 这个七八嘲讽 这个什么都没有 这连牌都没有用 他知道自己可能会直接投摇我 因为这大生物 其实最怕就是你出一个特别巨大的 没有任何的什么网语什么的生物 直接给你管了 承管之类的 你看着我 换一换 对 小鱼还是在坚持的 其实他心里也明白 只要天气早就已经投了 是 又来个鱼人 四二冲锋 撞一下造四个怎么样 全撞 脸加上鱼人领军撞一下 然后出四个 不是 那你就鱼人领军加蓝塞战士全撞 然后用王者归来还稍微一念 是四加三 正好剩七杠一 你剩个三杠一还能锤到脸上 然后还不用卖脸 没有任何危险 对他现在是怎么打都可以 这样的话直接蓝塞但是冲掉 就下一回合 再抽到的时候 我再用王者归来 刚才其实你王者归来接领军撞 然后再给拳头给救回来 然后蓝塞还能再打一下也可以 其实是怎么打都赢 他也明白 随便打了 对应该投了 应该没法翻了 应该没法翻了 可能这场比赛的结果有一点出乎我们的意料 德鲁伊也是 因为德鲁伊比多了 他的主题前两回没打出来 然后第一回合搏的是螺丝 第二回合搏输了 第二回合没有搏路亏 然后这回合好像也搏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他也是堵了一下 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 他主要是自己牵手那一波 泽兰加激活加变连节奏 被宝剑直接给化解了 泽兰这张牌 因为打骑士 你不能铺太多的反复 终于平反方箭直接崩开 那这个版本两个体系 它就容易存在卡少这些情况 因为在热火树 在没有蓝龙和加吉森的时候 包括你只有蓝龙的时候也很尴尬 对也很尴尬 所以这是这种双神版本的卡组 包括原来的火腰法其实也有双神火腰法 也有那种科斯文体系的 但是后来慢慢的逐渐演变为只有由萨龙的 那第一场就是A组的比赛 今天已经全部结束 晚些时候会进行B组的两场比赛 由劉碧若基对阵OMG的青青 OMG的周冬冬对阵全民的不二 然后两个你的队友看看能不能携手获胜 好今天直播一道理到晚上六点再见 晚上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